现在呢极端气候加剧了 内蒙古在线沙尘暴 不仅市区大楼被黄沙给笼罩 部分地区还出现了红天空 是红色的 而大楼河南则是狂风暴雨震碎了玻璃 事发瞬间超级像是爆炸现场 有人因此受伤 而马来西亚同样的是狂风肆虐 直接把外祥给摧毁 内蒙古多地在线沙尘暴 马路两旁全被黄土沙尘覆盖 看不见天际 连市区也是如此 大楼全被黄沙笼罩 能见度超低 现在目测的能见度是不足1000米的 空气中也可以闻到沙尘的味道 受冷空气影响 内蒙古发布沙尘黄色预警 气温降幅超过10度 内蒙古二连浩特更惊现一片红天空 漫天红沙逐起沙墙 当地也取消多个航班 河南发布大风蓝色预警 最大阵风达8级以上 强风吹破窗户 轰然巨响风大道震碎玻璃窗 碎片像是被炸飞般 喷进室内当场刮伤人 狂风震震树木也吹断 马来西亚狂风暴雨袭击 夜市摊位被吹翻 一整排阵阳棚也被吹先 一栋12楼住家外墙更直接被墙风吹垮 风雨直接打进屋内 夸张情况引发热议 西班牙西部遭遇野火被风煽动 火事狂烧一路蔓延 烧毁452平土地 并导致550人紧急疏散 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要闻持续来关心到乌克兰总组 泽伦斯基今天下午飞抵了广岛 日本祭出了等同于迎接 美国总统拜登的高规格的维安 再度的进行大规模的风路拦减 而泽伦斯基没有做丝毫的休息 立刻前往G7峰会的会场 跟各国领袖会谈 而拜登也送出了大礼包 宣布将提供乌克兰F16战机 并且再加码116亿的军援 泽伦斯基搭乘法国空军专机 千里迢迢前往广岛参加G7峰会 伊地达就快闪上车 日本把威安警力拉高到 等同拜登的层级 祭出大规模封路管制 警察巡逻盘查 紧密部署 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拜登指出了自己的状态 提供他的伴侶 美国总统会支持 与众党专业组织 计划约斯基亲自出马 拉拢西方支持 拜登也拿出大领 宣布将提供F16战机给乌克兰 妹妹透露拜登与泽伦斯基会面后 还将宣布新一笔 总价值约116亿台币的队务军援 包括提供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 G7最新声明也一致决定加强制裁俄罗斯 强调和平需要俄罗斯无条件撤军才算数 英国开第一枪针对俄国数十亿美元的钻石出口 祭出制裁美国和欧盟也跟进俄罗斯立刻祭出反制 禁止美国前总统欧巴马等人入境 因美日在军事合作越来越密切 建制大陆 另一边法国总统马克宏则认为 欧洲不能只是美国的追随者 欧盟也主张与大陆维持稳定和富有建设性的合作 各有盘算 G7领袖齐聚一堂开信合影留念 连续两天的峰会重点都聚焦在台海和平稳定 以及中国大陆 随着议程稳定推进 惠后公报草案曝光 其中提到G7成员国严重关切中国大陆东海及南海局势 并强烈反对单一国家以武力或胁迫 单方面改变现状 此外草案中也提到 G7成员国要与中国大陆建立具建设性及稳定的关系 同时强调并不是要脱钩断裂 而是降低依赖去风险化 除此之外公报中还将宣布 G7成员国要共同应对中国大陆的经济胁迫 对此大陆驻英大使馆发言人表达强烈关切 除了重申一中原则 阐明台湾问题是大陆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另外还强调大陆始终坚持透过谈判协商解决东海及南海争议 最后中国大陆强调要G7成员国停止搞阵营对抗的小圈子 并强调会对任何损害中方利益的言行做出坚决有力的回击 世界脱不了沟 也不需要以中国为目标的去风险化 世界需要的是去意识形态化 去阵营化 去小圈子化 记者李静综合报道 这一次G7峰会期间有不少领袖漏网镜头 包括了高龄80岁美国总统拜登下楼梯险些摔倒 而且居然又口误了 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叫成总统 法国媒体也大把大陆正在主办的中亚峰会拿来做比较 称说中亚峰会排场奢华 而日本举办的G7相对寒酸 已经高龄80岁的拜登下楼梯时 又一个脚步不稳差点摔跤 而且他又再度说错话 明明岸田文雄是首相却把人家叫成总统 日本网友调侃没叫成州长就很不错了 G7大合照也看出七国领袖 其实没什么默契 日向岸田先对着镜头挥手 其他人稀稀落落跟着挥 迎向苏纳克竟一副手足无措 还探头头看别人 最后才赶快跟着挥手 不只各挥各的 法国总统马克宏甚至从头到尾手插口袋 就是不举手气氛尴尬 同时间大陆镇举办中亚峰会排场 不免被拿来和G7比较 西安大唐芙蓉园布置的富丽堂皇 以盛大表演迎兵 网友形容简直回到唐朝盛世 晚宴餐桌上摆出象征丝绸之路的雕刻 和精致的西安料理 法媒形容有如皇帝款待朝拜国兵奢华至极 而且会谈时的超大圆桌 也展现泱泱大国风范 相比之下日本IP很寒酸 七国领袖竟是微镇校园桌协商 size硬是比别人小了至少一号 但也有人换夹成这样的距离 显得亲密 气氛比较亲切 记得纵波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